國內的房地產公司有民企、國資、國企、央企 一個央企就是保理集團 保理集團的原生是從事國防工業 所有的武器、飛機大炮等生產 輸出到全世界的軍工 而保理房地產亦是另一條線 他的領導人是鄧小平的女婿、葉劍英的兒子 軍委主席的第二代接班人 後面非常強勁 他們可以在每個城市取得核心的文言 做到地標式的建築 所以有一定的力量 在佛山裏面 由珠江新城去到佛山的CBD 亦都看到保理的蹤影 我們數一數就是在佛山的宗族上 由金融高薪區 亦都見到我們之前的京華廣場 項目奧運金融高薪區 旁邊的京華廣場 已經變成了保理廣場 超過十萬平方的大型商場 整個太古城 亦都引入了高端的品牌去進駐 而最成熟來說 在千燈湖的保理水城廣場 亦都很有規模 旁邊亦都是保理花園 而佛山最貴的屋園 亦都叫做保理天園 保理天園在佛山開價到 大約六萬至九萬 九萬是甚麼呢 其實九萬想到香港的招標大單位 反而是一百五十方二百方的 價錢越貴 國內有個奇觀 就是一百方的 債約五萬 你去到二百方的話 去到三百方 要招標去到九萬 這些是個行為 類似我們香港 馬尼克森那些 越大單越有錢的人 越想擁有 那種資源批缺 保理天園 其實都去到過千萬 所以整個保理系統 在保理廣場 在佛山 我們見到是去培養核心地段 而大型的住宅項目 都是當地的標桿 即是最高能價 很多時候 我們的朋友 很多時候會 重點下去 誘導了下去的價錢 十幾萬還有十厘回報 挺好 但是這個世界會不會有 這麼便宜的東西 大家要心思 所以我們是說 買東西要買得開心 亦都要放心 亦都要透明 所以很多時候 問Agent 推介給你的時候 了解多些發展商 背後那種成長的經歷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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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